之前在Facebook跟大家說過 我買了兩款不同品牌的奶瓶消毒器 第一款是Philips 另一款是TT 今天先跟大家看看Philips這款 Philips這款有四個組件 有個蓋、水槽加熱板、大籃、細籃 大籃比較闊落、很高 我就放到五個TT的奶瓶 其實除了奶瓶之外 你還可以考慮放下你的奶泵組件 或者一些兒童餐具拿去消毒 小個籃就矮一點 就可以放到一些奶嘴、奶瓶蓋 我也放到五至六個的TT奶瓶蓋 唯一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的電線比較短 其實它的用法也很方便 首先你用100ml的開水 倒進水槽裡 然後就可以把不同的籃子吸上去 關上蓋子 按鈕 就可以了 好了 在Philips的消毒器使用的時候 我們介紹另一款消毒器 這款是TT TT這款比Philips那款 比較矮身 但比較闊 它有五個組件 有主機 有兩個層架 有一個蓋子 有一個蓋子 還有一個中間的軸心 TTT這款 我覺得沒有Philips那麼好用 或者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它的層架已經有一個限制 它是放六個奶瓶的 如果你想放泵奶器 或者其他配件 應該就沒有那麼方便 但應該都可以放到 剛剛好你會看到是配到TT的奶瓶 用的時候 就要把中間的軸心套進去層架 你會看到套完之後 然後你放了TT奶瓶 再放了面架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空位不太多 所以如果你想用其他牌子 比較高身的奶瓶 TT這個未必是很適合你 或者會沒有那麼方便 就是你要蒸完奶瓶 再蒸奶瓶蓋和奶嘴 那就要分兩個步驟來做 這款用法其實都很簡單 跟Philips那一部一樣 就是要倒水 這部就倒80毫升的水 倒完水之後 就可以放底板和中間的軸心 放完之後再放面那層上去 然後就放奶瓶蓋和奶嘴 蓋上蓋子 按一個按鈕 那就完成了 這麼快就蒸完 TT就蒸5分鐘 Phillips蒸6分鐘 蒸完提提大家要放3至5分鐘才可以開蓋 因為蒸完的蒸氣很熱 很容易灼傷皮膚 所以就等一等 其實兩部機蒸完效果都差不多 它們各有個好處 先講Philips Philips就比較複雜 它有大腦和細腦 你可以一起用或者分開用 而且它的間隔又沒有限制你 只放6個奶瓶和6個奶瓶蓋 所以就比較方便 而且它的大腦比較高 就算你用高深一點的奶瓶也放得下 TT的話 就真的很便宜 在Amazon買的話 大概758元就買到一套Essential Kit 那套Essential Kit裡面除了有個消毒器 它就送了兩個放入奶瓶的袋子 一個瓶冷藏 有6個這些奶瓶 之前看到的TT奶瓶也是Essential Kit裡面的 有4個大的奶瓶 4個小的奶瓶 還有洗奶瓶的刷 758元就真的很划算 如果你在連鎖店賣的話 現在賣1,889.5元 而Phillips買了422元 在連鎖店買大概要650元 其實你們可以看看你自己的需要 去再決定買哪個牌子 我覺得兩個都不錯 我自己比較貪方便 所以我就會選Phillips那一款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